彰化投票日 白色休旅車停等內線 準備待轉 後方一台藍色轎車 疑似投完票精神恍惚 高速撞上 撞擊力道之大 休旅車被撞到側翻 飛到對象車道 被對象車輛連撞 像陀螺一樣旋轉了360度 整台車嚴重凹陷變形 本件共計造成三車一人受傷 翻車之王性駕駛 意識清楚 手中骨折 同樣在投票日釀貨的還有 雲林國道上嚴重車禍 一整串轎車向人形無功 全部連在一起 數一數竟然多達十台車 駕駛無奈站在分隔島 一籌莫展 所幸只有兩個人受到輕傷 國道上車禍不止一樁 一台白色汽車 誇張卡在中央分隔島 前方碎片四散 揪車趕底現場 遊覽車停在路間 旁邊滿滿都是人 原來是投完票隔日 組團出遊去賞花 卻沒想到撞上 前方白色汽車 只能敗姓而歸 列起驚悚車禍發生在台中 清晨五點多 一台藍色貨車 疑似為注意車況 直接左轉 一名外送員 從對向騎車過來撞上 瞬間 人飛到貨車車頭上 機車更撞到對折 車頭牽進貨車側面 索性送醫後 撿回一命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 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